我覺得化學器是人類史上最不大的發病之一 哈囉大家好我是Pierce 不知道還有多少人在用化學器 對啦電子噴射的優點是真的很多啦 但是我個人是更喜歡化學器這種直接而且機械式的那種感覺 那相信這顆PE28大家都不會太陌生 就是大家所說的大王化 那這顆PE28原本是我蘭R125在用的 不得不說王化的表現真的很棒 那個加速力道然後配上那個香菇頭吸氣的東西 馬的真的很爽 喔對了我這台蘭R是我大概五年前買的 原本就是買了上下班通勤要用的 啊剛好那個時候Cofferacer那個時候很流行 所以我想說就跟風一下 想說自己來慢慢改一台 那五年之間就讓我改東改西的 也讓我學到蠻多東西的 從零到有這樣子改這樣子毀搬泥尿 也都是我自己一直有改出來的 算得上是皮爾斯亂改1號機了 那後來我改了浩月192的套件之後 我開始覺得大王化好像有點不太夠用了 我在猜啦可能因為大王化它可能沒辦法對應到200cc的車 不過其實這蠻合理的啦 因為畢竟大王化版本就是從NSR150上面拆起來的 對然後我在想說這會不會是什麼正滿盜版的問題 啊正滿盜版我不會分 啊會分的可以幫我看一下 啊然後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對總之所以我打算來試試看我在淘寶上面買的一個新的畫耳器 等等就是這個 PD30B 那可能有人會問我說為什麼不用我們CDK 對因為我之前有騎過我朋友的車 我還是覺得直拉式畫耳器給我的那個油門反應我比較喜歡 而且真的比較爽 然後還有另外一點就是 CDK貴啊 幾乎是PD30B的兩倍價錢耶 而且還有一點啦我覺得就是 擋車一定要配上直拉式畫耳器 那個外觀才會帥才會到位 這個畫耳器在台灣討論度好像沒那麼高耶 不過先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PD30B主要是對應到200cc的引擎 進口外徑大概是42mm 出口是30mm 負油水是33mm 嘴油水是112mm 嘴油水規格跟王話的一樣 對可以共用 那它有分PD30跟PD30B這兩種 啊有B的代表有一個加速Pump 就是這個 加速Pump聽起來真的蠻OP的 大家知道是什麼東西嗎 簡單說就是你瞬間全油門的時候 畫耳器會主動喔 多噴一口油進去 為什麼我會說主動 是因為一般的淨油啊 算是被動的 汽油是靠著引擎的負壓 而從畫耳器被吸進引擎 這樣大家有了解嗎 它的作動就像這樣 就一口而已 它就噴一次 所以也不是什麼多神的東西啊 老實說 按著也不會讓它一直噴 主要就是彌補那個瞬間 全油門的那個負壓控創器而已 所以說啦 加速Pump基本上是跟著油門的大小在作動 所以野狼如果要改的話 就必須要一起改這個雙拉的油門線 像CPK那種職業聯織發門就不用了 喔對了 進口這邊跟野狼原廠 PDG畫耳器是一樣的 是同一個規格 所以是可以直上野狼沒有問題 但是野狼原廠騎管是比較小的 我是說那個內進 要改的話自己要多注意一點 啊因為我耗月中鋼是用KTR的騎管 所以我必須要多買一個像這種轉接座 啊像這個轉接座你要買的話 有兩種size 一個是29的 一個是26的 啊29的是 是我能找到真的是最大的 雖然說跟P30B只差1mm 但是我之後還是會用手工去把它磨大一點 不然應該多少會限制到畫耳機的表現 好OK 那我們畫耳機介紹到這邊 我們趕快把它裝上去試試看吧 在開始拆車之前 我們可以先把油門線這邊先準備好 把蓋子跟柱塞什麼畫耳機上面拆下來 小心裡面糖紅不要怎麼噴飛 我把你一開始就唱點悲劇就好笑了 先把線穿過蓋子還有糖紅 啊糖紅在裝的時候一樣 小心不要噴走了 穿過糖紅之後再把線穿過柱塞 啊確認一下線尾端那個小球 有沒有進到柱塞裡面那個洞裡面 啊在裝注塞的時候啊 啊先對好那個方向 啊注塞上面有一個那個 一個勾槽 啊裡面是一個斜面 那個勾槽是要對損那個 怠速調整的螺絲 啊這邊稍微注意一下 不然你的油門會卡住 其實也沒那麼複雜啦 就裝完看一下裡面注塞 有沒有遮住它那個洞就可以了 然後最後就拉拉看 油門線看整個畫耳機作動這麼正常 啊如果都OK的話我們就可以 開始裝車囉 野良換油門線需要拆到油箱 所以連帶坐墊也要一起拆 總之片尾說過 先拆坐墊就對了 啊因為等一下拆的時候啊 汽油可能會亂滴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邊鋪一塊布 啊防止汽油滴的到什麼公司 啊要拆油箱之前 啊記得先把油位Sensor那個插頭斷開 如果你沒斷開就把油箱拉起來 沒有把線拉斷那是真的好笑了 原本的位置在油箱的正下方 啊因為全場位置真的太急巴了 所以我自己就把線接後面一點按 除了油位訊號之外 從油箱出來的油管跟附壓管也要拔掉 左邊的是汽油管啊 右邊的是附壓管 怕忘記的話 你就在拆之前先拍個照就好了 不然也可以回來看這支影片啊 不就幫我充個流量也好 該拔的都拔掉之後 我們就可以幫我們油箱請下車啦 然後就是把油門座拆開 把油門先分離出來 然後就是把油門座拆開 接下來就輪到我們的主角 畫油漆啦 空力你看習慣要不要先拆喔 反正我習慣是先拆 然後再把另外一條束環轉送 那我們就可以請大王化下車 換拼力30P上去囉 因為這個淘寶的油門座裡面是沒有牙的 其實滿爛的 所以我必須要在油門座這邊拆一點膠帶 然後再把它塞進去 可以的話啦 就我是想說盡量用油牙的會比較好啦 不過我用這個方法其實也其實滿糗的 油門座目前是沒有掉過 反正就給你們一個參考啦 走線基本上也沒什麼技巧 就是在長的時候稍微注意一下 那個線的轉彎的弧度啊 越大越好 當然也注意不要去折到線 然後你整條線安裝完之後 然後把龍頭也稍微左右轉一下 然後看會不會卡到 畫耳機上面這兩顆突出來的 主要是確保它那個畫耳機在裝的時候 有沒有就是位置有沒有震 但是我覺得它滿礙事的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剪掉了 然後把油門先跟畫耳機裝起來 就可以把PZ30P裝上車啦 啊在裝畫耳機的時候 可以先把氣油管插到畫耳機上面去 這樣會比較好做事啦 不然你先裝的時候 那個油管會很難插 然後你畫耳機在裝的時候 同時也要確認一下 就是畫耳機的那個位置 你有沒有裝正 啊如果你位置沒有正的話 它裡面的那個油面可能就會是斜的 啊就像我之前有說的 就是你畫耳機淨油 它是靠引擎的負壓 把油從畫耳機裡面吸出來 所以如果你油面是斜的話 就很有可能它會吸不到油 那你吸不到油的話 就造成淨油隱藏 好那從現在開始就是把菜的步驟全部反過來就行了 先是畫耳機束環 然後空律 那這個空律因為我在買的時候 我真的沒有注意到PZ30P的鏡頭外鏡會比王畫的小 所以我真的忘了要連空律一起賣 對反正總之我就先用膠帶 鏟子先擋著用一下 然後之後再去買一顆對的來空律來裝 好那接著就是油箱啦 一樣油味Sensor的插頭不要忘了插回去 然後油箱小心不要折到油門前 然後附壓管跟汽油管 好那到這邊基本上我們就完工囉 啊因為等一下我還要節電發動 所以我就先不裝做電了 其實說真的整項工程真的不難 用到的工具也不多 是在路邊就可以完成的程度 我覺得啦 總之我們現在就趕快來發動看看吧 好那我們電瓶好了 那我們就趕快來發動吧 呵呵呵呵 這台上次發動大概是一年先前次了 所以不要急我們給他一點時間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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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PS亂杆一號機 復活 不過先別急著出門試車 因為我們還沒有調整化學器的空欄比 這是DIY換化學器的最後一個步驟 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步驟 嗯 考慮到一面長度的關係 我會在下一部影片中跟各位分享 跨性該怎麼做調整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我的影片對有幫助 喜歡我的影片請在右下角給我的讚 這個頻道會持續更新有關 七機車DIY改動或維修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車請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 我是PS 下次見 掰掰